有请三位企业家 为你夺身定做的 这是我们现在担任的一个总策划 是九华山池州市 整个一个全面的三农基地 来进行电商 来推动当地的共同致富 一万家 因为你是做过运营者的 对吧 这个对你来讲 只是它是一个门槛而已 那么我们月苗AI 现在是在一个大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现在给你的 这样一个位置 就是区域经理 这个工资也是像 你所要求的一样 一万家 然后这个家 是根据你的业绩来提成的 我在广州投了一个工厂 我们现在要把它2C 通过直播电商 所以我需要可能 北京 广州两地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一万家家家 我写的 就是项目经理 你来负责这个项目 负责它的对接 包括全套的这些流程 包括供应商的匹配对接 好 灭掉一盏灯 考虑好了就出发 就你这回答问题 这个劲儿 要向你出发 这个走路 这劲头就好了 刚说会把广州给灭了 你为什么灭我 我刚在旁边说 这肯定灭了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两个 好吧 来 我们请徐章和杨石头 走上竞产台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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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在你选择之前 我给你一句话 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曾经给台上的你一个建议 遵从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真的想好了吗 因为你在第一次选择之前 你说你还没有想明白 但是现在一定要想明白 再做决策 好吗 来吧 张洋洋 在智力方和月苗AI之间 选择一家 你也可以说一声 谢谢再见 离开舞台 在智力方和月苗AI之间 选择一家 你也可以说一声 谢谢再见 离开舞台 谢谢再见 这个我太不能理解了 我太理解了 太好了这个结局 可能今天在这个台上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可能我的这一些 好多就 我要阐述的内容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我来到这个 台上的一个目的 可能也没有表示清楚 其实我反而 我反而对你的结果 我觉得蛮高兴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内心是有一个答案的 但是它需要肯定 需要在台上 有诱惑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那些 我曾经想放弃的东西 那么珍贵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 那我最后再说一句话吧 可能这个话 也没有讲出来 我感觉比较遗憾 因为我非常喜欢 非你莫属 我喜欢非你莫属 已经将近十年了 也让我对这个职场和创业 有得最基本的分析和认识 所以在我以前 还是普通服务员 和创业者的时候 我就曾无数次幻想 登上非你莫属的舞台 所以今天我来了 也算是一次圆梦吧 圆梦了 好 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这是我补充知识学习的地方 好 谢谢您 谢谢翟洋洋 感谢你来当的老人 谢谢你当的老人 再见 首先我要感谢潮汐老师 对我的力挺和支持 然后我也要感谢石头老师 还有许总对我的这个支持 跟亮灯 还有给予的这么好的职位 但是总归来说的话 但是总归来说的话 我是肯定要 还是要回归家庭 给我所在的这个事业上面的 因为这份事业 它注入我太多的心血 给努力 可能现在更多的出现 是一种感情矛盾的问题吧 如果要是把这个感情矛盾的问题 给解决了 其他也就迎刃而言 我将更加努力去做我的事业 更加努力地去成就我的事业 成就我的家庭 上抖音搜非你莫属 每天中午12点 我们直播间里不见不散